你哪里 你所有观众告诉我 你台湾从哪里可以拿到一个非常量大的订单 来cover这个红色供应链我们损失的部分 你告诉我 地球上谁给你订单 可以cover 只有苹果 只有苹果 所以苹果供应链的话 5月当大盘是跌的时候 它涨最多在什么?PA 你看最继代表的红杰克 因为它大客户Skywalk 就是苹果的PA供应商 但是它这个月就飙了快50% 你觉得50%会再持续吗? 不会 我觉得不会 因为划签已经在开始做一个短线修正 马上就轮到他们 所以不要再追高 应该你要把整个苹果供应链 5月的涨户内 你去把它计算搭配产业的基本面 涨最多的是PA 红杰克 文茂 潜新 包括今天都还在涨 但是今天一开盘 你看成交人都已经不小 对不对? 这个股票是你丢我捡的 这个大家进出之前 各品本是这个跟研判 那今天美利就涨很多 手机族群 美利 但是他说他接到订单 但是你去看大陆的戈尔森学 还有瑞生 那股票涨成这样子 戈尔森学今年涨到60% 美利跌到破底了 跌到破底了 那他能拿到什么苹果订单 我都很怀疑 但是在这个苹果供应链里面 我觉得6月你可以注意什么 行动记忆体 今天吉邦奖 第一季的时候全球的低润 重复的这个衰退 但是在莫比尔地润这个区块 他只有QOQ减掉一% 而且占整个地润的占比 将近30% 并且在盘升之中 所以他们这个主体包括谁 华邦 南亚科 金豪科 这个月股价没什么涨 所以这个月没什么涨的 苹果供应链 下个月应该会动 我觉得我讲这一段 是要告诉我们投资人 做股票一定要领先人家一步 你不是看到今天开盘 这些股票涨最多 然后你天天去追 忽悦了他同样的题材 只有反映在某个特定的族群 别的族群不反映 那个是什么 轮动 你先要背后的一些 关键流止件 你PA 镜头都要先背后 后面的话开始行动记忆体 到最后的话是组装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 华邦就比较有点动 因为他比较落后 今天涨了快2% 那金浩克这一波涨了比较多 今天是拉回 但是后市还是可以看起 今天反而跑到益创 对不对 但是两个获利真的是不能比 但是股票是轮动 今天金浩克可能休息一下 换到益创来表现 那南亚克今天也有这个上涨的这个情况 就会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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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会看起来 就会看起来